美麗動人的歌聲 伴隨著大西地的舞蹈 讓在場學童感到特別新奇 参訪團員拉伊迪提到 雖然過去就過許多國家交流参訪 但來到臺灣交流之後 讓他印象深刻 證明南島民族的文化連結性 過去就有來臺文化交流的想法 所以在2017年就開始著手籌備 歷經兩年的溝通之後終於成形 這次也帶來豐富的大西地音樂舞蹈 進行文化尋根之旅 後續將前往臺東與更多部落進行交流 這次水團的大祭司也提到 口傳歷史中祖先們就是數千年前搭著獨木舟 從臺灣漂洋過海到大西地定居 所以這次來臺感覺就像回娘家 這交流也是尋根 期待後續前往臺東的文化之旅 原始新聞 早漏BIT 華聯市採訪報導 到達了 到達了 谢谢大家